大约是在2003年 少女士买了杭州转堂的西湖高尔夫别墅 2022年才入住 她说过了段时间 隔壁开始施工 影响最大就是这一间 这个开着仓库的 这里也有个仓库的 它就整个墙面嘛 整个就挡了我的视线 本来我那个后面又看到房子 又看到路还有个山景 现在山景也全部没有了 你说我每天早上起来就看到那个墙 要求她这个地方 我们原来恢复到原来的视角 台访时 隔壁坐了围挡 暂时没有施工 少女士表示 隔壁那户人家有多处违建 她希望整改的是左侧二楼 后期多造出来的这一块 少女士提供了照片 原先从她家望出去 可以看到远处群山的轮廓 原来的图就是这一间一楼的 就是这样子 二楼是这样的位置 为了让记者更好的了解全貌 少女士拿出了别墅的整体外观设计图 说是隔壁的 车库 车库上面的一间加出来的 这里也是加出来的 这里前面里面有一点的 他就把这里全部拖出来 也是加上去的 路墙整了 挡了我的房间 可能这间拆掉 这间也有影响的 现在的复兴图 他要用这样子来建造 把这个后面朝北的影响到我的也拆掉 车库这里也全部要拆掉 少女士否认了沈先生的说法 他提供了一份和解协议 落款时间是2022年9月 其中写明 根据少女士要求 靠近少女士家西北角修建的柱子 必须退回到原建构位置 房屋恢复原样 屋顶布加高 后续不再搭建违章建筑 沈先生同意少女士的要求 并表示之前已经整改过了 楼线有个客厅嘛 本来这个客厅我是两层的 那么既然他不同意 那我就拆掉了 我靠近他这里 我根本就没有家 我家都是靠近那边的 我家了一个房子 他们这里就是我多多少少 就是扩出去了就几十公分而已啊 现在你看到的楼上就是这样的房子的小户图啊 敲了一点屋檐的下面 敲了一下没敲下去了呀 又没动过 188黄剑记者报道 少女士希望邻居做出整改 恢复他家的山景视角 对此 隔壁业主沈先生表示 少女士家也有违建 就是你可以去看他们的 他们家的比我们高出了一米 我们都不去说 他这个房子比我都矮 他现在也定高了 是我的房子你说我家高 我这个整个都没敲掉过 都还没动过 本来我们的地势就高吧 从沈先生家外的路面 往少女士家看去 地势逐渐变高 你可以去看看他们自己做的园林 他做到我的地界上来了 我都没说 石头啊 摆的地方可能不知道 又没抄过去呀 沈先生的意思是 双方都有违建 各退一步 少女士表示 他家早就整改过了 我总共房产政的面积 楼上就是地上部分 是340多方 我总共加起来的违建 大概也就230个平方 很管教我们 就是不要再扩出去了 我也不扩了 这个房子我停了两年了 我是有违章 但是我违章在我自己的 允许的范围内 我也没有到他们的地界去 如果你没有违建 一点违建都没有 如果我违建了 我所有的东西我都拆掉 你自己也有违建 你车库上面也打出来什么 我们也没来投诉你 既然已经既成事实的事情 我们也就算了 对啊 不要老是叮老这个事情 他说我违章了 我就这里一块 我拆掉了呀 没有的呀 违建的话我也这么舒服吗 来到西湖高尔夫小区物业 工作人员提供了隔壁 沈先生家的平面图 相当于呢就下面 这个是二楼吧 就是一楼也是这样加上了 二楼也是这样上去了 把这个整个也拉高了吧 少女士说是反应过多次 她提供了西湖区 城市管理局的回复 去年12月19号 城管部门表示 在房屋一层二层 搭建七处拼接建筑物 未能出示相关手续 中队已对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进行建设100余平方米建筑物的行为 进行了立案查处 今年3月8号的回复中表示 目前该案正在办理中 待程序完成后 移交转堂接到拆为办 属地转堂中队的工作人员 留下了记者的联系方式 表示后续会有人回复 188黄剑记者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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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